哇 这么多珊瑚 这得值多少钱呀 行走人民币呀 我现在在玉库市最中心的地方 在我的左边就是格拉萨尔王广场 这里是写古大道的二巷 帮你走 然后这里有几个停车场 但是不允许房车停扣 本来想在这里找一个农贸市场 然后买一些新鲜的菜呀什么的 但是刚才问了一下小姐姐 她说这儿没有特别大的农贸市场 如果想买新鲜的菜 就在对面大城市里面 没想到玉库市这么大 竟然没有那种大的农贸市场 而且我在网上看了一下 就是当地这块的那些美食啊 或者唐购啊也是非常少的 一次来到这个城市 然后静着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当地特色美食 不行我得下一番苦风吹 太行啦 哇这么多人围着这儿干什么呢 我现在在这个玉树州博物馆 对面有一个大的广场 看一下这是还能围了这么多人 他们坐在下凉吗 好像也不像呀 哦我看到了走过去看一下 他们是在卖串串吗 哦原来是在卖串串 我这人好多呀 突然让我想起来在那个拉萨的那个 大昭寺那块 又有很多的人 我这基本上是人手一串 然后有的人身上还带了好几串 还有各种的那种串串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是啥 还是电子做不到当人做什么 听不懂 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奇怪啊像一个背包一样 嘿嘿嘿嘿嘿 哇 这么多珊瑚 这得值多少钱呀 你这卖丫就是 这不能说 上百万有了吧 没有 没有 几十万 我的天呐 这行走人民币啊 这是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吗 对对对 只要那个城管上的那些不点啊 那个事情上那个不限制他人多 只要不限制他就在这儿 每天几点到几点 一般早上十点十四点 那时候他就有人 下午的四点他就人多 你一天能卖几个 人事好他卖的多点 人事不好他占的多点 人事不好他占的多钱 今天他会广播 广播 你这个是按个算还是一 按客 按客 对 一客多少 我这里可以有四千多的 也有客的话 二百多的 还有八九十七八十的 那个不限 都是好的 最高的还有上千块钱 嗯 对 高的是可上千 便宜吗 对 就像这样的样子 好的就加高了 那都是老珠子了是吧 不是这个就是阿咖阿咖 这种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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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就便宜见了 颜色没那个红 嗯对 我这红的 买这些 我是过来逛的 你哪里 我是陕西那边呢 陕西那里 我才从西藏过来 从西藏过来 我在西藏那边 逛了有一个月吧 对对对 一万九千五 一万九千五一车 这个是什么呀 嗯 这个一千五百 不不不 嗯 这个是啥东西 那个紫檀 紫檀 哦紫檀 哦紫檀 这一串一千五 哇好小的柱子 这个是哪个这个 一样 这个是这个 马脑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马脑 啊 这么多马脑 我看看看看 我这拿的是最好那一串 这柱子好红呀 那一串里多少万 这一万吧 这一万吧 六万呢 嗯 一颗七根 漂亮 买这个应该都是本地人多吧 对对对对 这一个顿 那一个是可不可以 一千一万 那是没想过 跟你学的吗 哇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热了 看到我身上 身后这个大哥了吗 他身上挂了那么多珊瑚 价值几十万 近百万呀 天呐 这真的是行走的 人民币 刚才那一串啊 啊 六万多 六万多买一个 买一个手串 就能对我买份 就感觉很奢侈 但是在这块呢 大家放心很安全 因为这个地方 真的是有特警巡逻 这些东西呢 像对于我这种来的就是 看看这些啊 因为毕竟价格太高 咱们买不起 但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这看看 看看 这东西都是可以搞价的 如果去不了拉萨的话 也可以来御树 这里天天都有人在这 卖这些串串 好像我招手 我现在有点害怕 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好我是多多 我现在在青藏高原上 刚才有辆外地车 一直慢悠悠的 然后超过我 一直压我的车 现在它停在我 距离我大概200米的地方 然后拦着我 朝着我 我招手 我现在把车停到路边 我现在有点害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让我们看看 这人到底想干啥 麻烦了 没事 我怎么找一个挺好吃的 嗯 我还以为怎么 等下午 我把上门 有狗弄一下 来来来 你别下来 有狗吗 没事 我把狗弄起来 我还以为是你们的车怎么了 是不是看我这车好看 哦对 嗯 这个可以 这个车有六个座 可以坐六个人 六个人吗 嗯 床有吗 床这上面 看 这上面是个床 然后 这个地方 也可以变成床 这个放下去 这个可以升降的 放下去 也 也可以 当个床 抽屉 冰柜 冰柜是那个 那个 黑色的 黑色的冰柜 嗯 哦对对 黄的 嗯 没事 没事 那是洗衣机 洗衣机 嗯 对 可以洗衣服 然后后面那上面就是衣柜 可以放东西 放衣服 然后后面这个 这个旁边这个大柜子是 卫生间 可以上厕所 然后也可以那啥 洗澡 那个那个是微波炉 嗯 什么都有 对 做饭的话可以在车内可以用电锅 嗯 然后可以用卡式炉 然后外面也可以用柴油 这个车啊 33万8 33万8 嗯 这是标配33万8 这个是 鞋柜 放鞋子的 那不 你加微信啊 这个也可以 嗯 这个也可以过去 哎 你到哪去 我现在去那个哥尔木 因为西宁那边不是现在过不去 过不去嘛 嗯 你想我吧 我等下我点开 我看你们开的这个是外地车啊 嗯 你们在哪 这个就是抵押车 哦就 哦抵押车 这里我们也是去马来的 哦 你等一下我把这个验证一下 你们你们就是本地人是吗 嗯 啊那个那个就是我 那个就是我 哦好好好 我都我到时候给你发 哎 对头你们什么车都有了 呃 厂厂家有很多种车 对 对 然后有有也有不同样子的里面 十几万的也有 十几万的也有 但是是小一点的那种 他们呢应该有 就有二手的那种 这是新车 这个爱说对吗 那到时候你可以问他们 嗯 嗯 因为我不是卖车的 哦 这窗子可大了 你看 塑造然后看风景啥的也可美了 嗯 哦好好谢谢 嗯没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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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见 你看 你看 你们就是本地的吧 哦对 那个是遮阳棚 遮阳棚 这个 这个是哪里 那个是后处的 哎哎哎哎 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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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不滩就下来了 那个是后备箱 嗯 嗯 再见 啊 我我当时还以为是个自驾游的 啊 拦着我的车 原来是他们是本地的 然后他们现在开的车是抵押车 哦 嗯 那藏龙大叔他们走了啊 刚才他们开着玉璧的车 然后挺挺超过我停在路边 然后拦住我 我当时还以为是自驾游的呢 因为看那个车牌是外地的嘛 然后下拦住我 我还以为他们的车坏了 没想到那个大叔走过来一看 哦 原来我一看 怎么是本地的人 然后大叔上来一开口就问我 你的车卖不卖 我当时 哦 我特别惊讶 啊 为什么问我车卖不卖 啊 后面 然后又问我车多少钱呀 然后要上 要上我的车看一看 啊 我现在才明白了 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 能看到那么多外地车 但是都是本地人开的 原来他们买的都是什么 抵押车呀 二手车呀 这一次呢 竟然让我遇到了 就是拦路看车的 啊 可能 还是因为我这个车太漂亮了 这个颜色也非常的炸眼 然后他们上来参观了一下 然后又加了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嗯 哎呀 花不多说了 看来呢 这个扯着 那次坐在那儿都是比较不稀罕的呀